这剧跌倒起伏的剧情 往往都是由 男女主角神奇的相遇 而展开 下面的相遇 哪一幕最让拘禁一心动 英雄救美 可谓是男女主角相遇的 经典戏码 女主总是在被撞时 有人接 就算是从高空坠落 她也依然可以 人生跳跃 不必沉远 沉沙的梦间 影视剧中 当霸道总裁 遇上各行各款的女主 不打不相识地欢喜冤家戏码 就开始了 影视剧男女主角摔倒 必然会轻傻 不管是人为还是偶然 只要是摔倒 管她是莫名其妙地从天而降 还是娇柔造作的跑偏滑倒 落地的一瞬间 男女主角一定会一吻并情 影视剧另外一种相遇方式 就是不相遇 在电梯门口擦肩而过 在人群里擦肩而过 在各种地方擦肩而过 总指就是互相看不见 哪怕空荡的马路上 有且仅有他们两位 他们依然看不见 而此时回头已晚 到底哪一种是我们剧情一心中 最让她心动的一个瞬间呢 是英雄救美 还是不打不相识 还是一吻定情 还是擦肩而过 所以倩倩你觉得是哪个 肯定不是常规答案 我觉得不打不相识吧 因为我第一次跟她见面 但是我觉得她的性格其实还挺 就是坚韧的劲儿的呢 我觉得应该还是 坚强坚韧的劲儿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还会是那种就是 喜欢那种就是怼一怼啊 然后斗嘴啊那种 你怎么感觉的 徐静一她回答对了吗 恭喜你 我来理性地分析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看武装剧 大家都想看那种比较甜的部分 不想要老是虐来虐去 就很很烦 然后就会觉得说 他们先竟然是不打不相识的 就先虐了 后面就是甜甜甜甜甜 就这样看剧会很爽 好的 所以这是你的选择对不对 好 祝可送倩 女生都会喜欢这个B吧 等一下 问一下吴欣的观点 擦肩而过很好 你什么 我的天啊 可是擦肩而过看电视都是很烦 你说他们俩怎么老是错过 生活中擦肩而过多棒啊 永远看不见 最后一回头 哇 浪漫 怎么不问我呢 娜娜 你的观点是 我就能对爱情比较精致 我选择一文定情 哈哈哈哈 谁能俩恢复你呢 只是喊得来 可能带来